上年期第二周升期六单数年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到三节十一到十四节 马尔谷福音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小德兰福转之由 曾庆祷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1月21日耶稣基督 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读到 连耶稣的亲人也相信别人说的耶稣是疯子 要出来抓住他制止他的行为 从一开始老人世默按就 预言耶稣将成为反对的记号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宣讲悔改的福音 目的是拯救罪人 但不接受他的信息的人会反对他的 然而即便有反对甚至迫害耶稣 的分子眼中他就是核子领核子 不是吗 跟随他的 不也都是一群无知无色的打狱的 受到不熟悉自己的人的反对 已经是够难过的了 受到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反对 那更是情何以堪 但耶稣如知自己吸世人带来的 不是祸平 而是分裂甚至是家庭中的分裂 马十章三十五节 因为每一个人面对耶稣都要做一个选择 接受或他绝没有骑长派的 很多人会因为面子或别人的想法 看法而妥协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不少年轻人也容易因为来自同伴的厄力 而放弃了父母传给的信仰 甚至调进了毒品性解放的火行 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不容易 是要走侠门 但事是一条通往永生的侠门 然而我们要记得 我们不是独自走这条信仰的侠门的 我们一起祈祷吧 主耶稣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宠去做一个好的选择 也许诺我们这一个正确的选择 会得到在世上八倍的赏报并且享受永生